女孩每到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 梦里的她总是身处黑暗的空间 并且不远处还会有一扇木门 然而每当她想要上前看个究竟的时候 她却总会不合时宜地醒了过来 女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因为她发现每次做这个梦的时间 居然都是凌晨的三点多钟 难不成这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等到了第二天晚上 女孩果然又梦到了相同的场景 然而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的门居然离自己更近了一些 她正纳闷是怎么回事 可关键时刻她却再次醒了过来 而果然等打开台灯一看 时间依旧是昨晚的三点多钟 这下女孩再也不相信 这只是简单的巧合了 于是为了解开自己的梦境 她便上网搜起了自己看见的那扇门 不曾想结果却令她大跌眼睛 因为她发现梦中的那扇木门 居然是属于阴阳交界处祠堂的大门 女孩被这结果给吓了一条 因为她深知那是祭奠祖先英灵的地方 而当天晚上 她又再次进入了梦乡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回梦里的木门居然是开着的 她试探性地朝前走了两步 结果却发现这次并没有从梦中醒来 于是为了一探究竟 她便撞起胆子走了上去 可里面黑压压的一片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她想要上前看的究竟 结果却发现里面似乎出现了一个白衣女人 不料就在这关键时刻 她却再次醒了过来 女孩虽然有些害怕 可她却反而对梦里的场景产生了好奇 于是等到了第二天晚上 她便早早睡了过去 而果然不出所料 女孩很快就进入了梦境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次自己居然直接出现在了木门的里面 而在等她转身一看 昨天的白衣女人也出现在了跟前 她想要上前看看对方长什么样 可下一秒就有一阵阴风从对方身边刮过 女孩被这诡异的场景给吓得够呛 不曾想就在这时 那女人居然慢慢朝自己转了过来 但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女孩猛地从梦中惊醒 她被吓得赶紧坐了起来 而汗水也早就清透了全身 虽然刚当的梦境依旧令她感到后怕 但好在自己并没有看见那女人的正面 她想要开灯看看现在几点了 不料就在这时 我从讨论里走 哎呀呀 我从头悔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